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没错 这个英雄还没有出 他就是echo 这就是echo的球鞋定制 当时这个英雄刚一出的时候 就是放在那个PTR的时候 我就很对这个英雄很感兴趣嘛 也是想蹭一蹭看看能不能 就是刚好能做完这双鞋之后 这个英雄还没有出啊 果不其然暴选 一直是果不其然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就肯定是会 他会拖到 我怀疑是会在四月底 最快的话四月底或者 或者四月中的话 可能这个英雄会跟大家见面吧 但是也不好说 因为PTR现在还有很多数据 可能需要再测试 当时出了这个英雄的时候 我有在那个动态上跟大家说 说看有没有人对这种鞋 就比较感兴趣 就是这个主题比较感兴趣 然后可以来找我定制 然后有个老哥就来找我了 接到这个定制的时候呢 我其实也是挺高兴的 但是其实也是挺懵的 虽然当时是很想做的 但是其实脑子里也没有太多的私需 就是来做这双鞋 因为毕竟是Echo全身是白色的 他的点缀 身上的点缀有灰色跟金色 我现在你看 我现在看Echo 我都能完全可以输出来 因为这个人 又被我完全背下来了 因为在做这双鞋的时候 我特意做下了PTR 然后肯定是要过去 要玩一会儿 玩了差不多得有 一个龙头 有两个龙头 要完全的熟悉 首先是 要对大家负责 要对这双鞋的客人负责 而且还要对我自己负责 就是 因为毕竟是真爱 因为我毕竟是暴雪真爱粉 手滑枪跟真爱粉 就是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我肯定也不会 不会做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首先一定要了解 他的这个技能 然后 也是要了解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 特点嘛 然后所以 就是 就是 了解了这些之后 才会更好 能能发挥在这个 球鞋定制上 我刚才有说 他的身上的点缀 他身上的点缀 是金色 金色 然后 因为毕竟是比较科幻的那种感觉 金色 然后灰色 然后还有 他这个 就是很科幻颜色 他身上 就是像 像 灯的那种 那种 灯的那种绿色 那个绿色呢 就做到了这个 内侧的这个条路这个位置 就是因为有鞋带挡着 然后所以 也是像他那个 弱颜色线 就是其实并不长 因为他每条的那个 身上的这个绿的这个 这个 灯的这个效果 其实是并不长的 然后正好在这个 鞋带挡着的这种感觉 其实他也是并不是很长 然后所以就 就很贴合这个感受 其实这个 金色的这条线 因为他身上 其实类似像 有两个翅膀 因为他有一个技能 他是可以超级跳的 他这个跳 他这个跳 是完全可以跳到法肌脸上 然后把法肌给怼死了 这个因为真的是很可怕 对于我这种法肌玩家 就真的是 哎 真的是不好说 他这两个翅膀打开的话 其实他是有这个金色的 金色的这个翅膀 他这个两侧是有做点缀的 我当时是考虑第一 第一次讲我考虑的是钩子的位置 第一考虑的是钩子的位置 但是因为我是希望 因为鞋头的东西 我之前是早想好了 就是肯定是会有这么多元素的 如果我要是再把金色这个 做一圈 就类似像他身上的那种感觉 然后做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这个鞋身上 这个鞋整体没有一个深色的颜色 再压下去 所以我会感觉鞋头可能会稍微有点重 鞋整个有点飘 因为毕竟他身上会有灰色的这个元素在身上 然后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然后所以我就把钩子 就牺牲了这个感觉 然后就是把钩子涂了灰色 就是整体把这双鞋给压下来 就是 就给人 就给人 不会说头痛脚轻的这种感觉 所以 然后毕竟呢 他在游戏当中 他这个金色的这个位置 也是一个点缀 然后所以呢 就是把这个 穿鞋到这个位置的外侧 然后做了一圈的金色 也是作为了点缀放在鞋上 然后后屁股呢 然后 为了凸显它更华丽一些 然后就是 后屁股是做了金色 然后是灰色的Nike的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灰色的Nike的字 然后 鞋的这个 我们最后再说鞋头 我们最后再说鞋头 嗯 鞋的这个外侧呢 还是我的这个老规矩 就是还是老规矩 然后但是呢 这回呢 并不是小技能 只有放了一个大技能 因为它是一个大技能 太受人心了 因为可能 虽然有朋友没有去玩过那个PTR 可能大家会看哔哔哔哔哔的一些 一些其他普通的一些 那个 一些玩法 一些讲解 一些视频 大家就看到了 它这个大招是一个复制 就是它可以复制敌方玩家 任意移民敌方玩家 然后 可能对于英雄 很深的小伙伴来说 可能这个英雄真的是一个大的英雄 就是可能会发挥的 嗯 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 它这个 这个 这个头像 这个小标识 就是它开大的 这个复制 复制人的这个 一个头像 然后它复制了对方任意的敌人 比如说 它可以复制对方一个铁拳 然后如果你家还有一个铁拳 的话那就是两个铁拳 是两个上过拳 你懂我意思哈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个呢 嗯 是它那个光束 它第二个技能 它这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光束的这么一个 一个小的一个技能 然后做到这个鞋上 嗯 这个是 是是是 就是常规的一些东西 一些解释 就是鞋鞋鞋头呢 我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呢 这个大家就很明白了 对吧 这个艾获的脸色 蓝色的脸 然后再加上它 头上的这个识别物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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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叫门身 这个叫 叫什么 就这个 这个是它头上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 然后反正我就做到了这边上 就这个是 肯定是会做上去的嘛 就是 然后这个两侧呢 才是真正正正正的这个重点 斜头前面的那两侧就很炸 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洗 就是这种很科幻性的这种香 像这种数据点 是什么 数据点 然后到最后慢慢的消散 然后两侧全就是这样 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 就没有没有真正去玩过这个 这个英雄的人啊 没有去玩过的 他可能你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是真真正正的去玩过这个英雄了 然后 而且我把细节都会给 因为我在做美雙鞋的时候 我都会截图这个 这个英雄的正面 侧面 反面 然后包括他释放技能的时候的一些特定的一些的魔法效果 就是他在释放的时候 他在释放技能的时候 然后他的这个手 他这个手 像在读取 因为他毕竟是机械嘛 像在读取 呃 他这种数据一样 然后呢 这个手 就会变成 呃 就是 就是有 有这种 有这种数据条的这种感觉 就是 他的手就会变成 就是开始 像从胳膊开始 然后就能量 然后这种读取 读到手上 然后释放这个技能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感觉 他正在读取的时候 就是 当时我在玩这个 echo的时候 我就 看到这个 因为我当时其实 其实当时也在想 这个这个 这个英雄穿一身白 然后一个大脸 我靠 这双戏怎么做呀 就是其实也是对 对我的一个左挑战嘛 但是当时看到这个时候 我当时就 就想啊 这个东西是他一个亮点 也算这个英雄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一定要做进去 然后所以呢 就做了这个 就是不知道 哎 就是 就玩过的人 可能可能会一下 哦 原来是这儿啊 然后没玩过的人 那你赶紧去下个 PTR 然后赶紧去玩一下 就是 嗯 不知道现在就是 你在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他还是PTR 还是已经登陆正式不够了 就是我反正我现在已经把这双鞋给做 做出了 就是我很想再憋一憋吧 憋一憋吧 憋一憋 看能不能憋到正式不够的时候 把反正也给放出来 嗯 就很想 就是 这个英雄在放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这双鞋也会 发在网上 然后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 也算是自我一个同步吧 就跟英雄的一个同步 然后给自己 有一个小经验吧 然后 本期视频呢 就 聊完了 然后如果你们 对这个IQO呢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 这种感受 你们也可以 留言给我 然后 在下方里面 我看到 我可能是第一时间 我会回给你们的 然后如果你们 你们还是有一些 什么想补充啊 什么之类的 都可以留言给我 然后如果你们想 用我抓IQO的话 也欢迎你们私信给我的 好吧 今天呢就到这里 就希望能 你们可以 不嫌弃的话 就请一见三连帮好吧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打赏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